高雄林亞區中華四路昨天晚上 在同一個路段相距180公尺的距離 切連發生兩起車禍 巧的是當天是農曆七月最後一天 而肇事的都是白色多元計程車 種種巧合也不免引人聯想 白色多元計程車準備向左回轉 下一秒失控整輛車衝撞上行人庇護道 就見整輛車卡在上面 隨後警方也趕緊到場協助排除狀況 地點在高雄林亞區中華四路 行中二路路口 2號晚上9點半發生事故 警方約半小時後排除狀況 不過一個半小時後 在同一個路段又接連發生第二起車禍 同樣也是白色多元計程車 在上個事故地點大約180公尺的距離 整輛車撞上分隔道 衝擊力道猛烈 右邊車頭全被撞軌 車內安全氣囊也都爆開 一名韓國級乘客頭部受傷緊急送衣 真的下了好大一跳 地點同樣在中華四路晚上11點多 撞上分隔道 駕駛左手輕微插傷沒有送衣 寒急乘客送衣後傷勢沒有大礙 警方出辦也是駕駛為注意車前狀況造勢 只不過9月2號是農曆7月最後一天 俗稱鬼門關 在同一天同一個路段接連發生兩起車禍 又剛好都是白色多元計程車 種種巧合也不免引人聯想 借高雄綜合報導